喜欢美国超级英雄电影的朋友 一定会对其中钢铁侠这个角色印象深刻 这个本身并没有任何超能力的英雄 依靠着先进的科技实力 研究和制造了一身 仅仅能为其所用的钢铁战衣 这身战衣不仅防护能力极佳 而且各种黑科技层出不穷 不知道有多少小伙伴在看过关于他的电影后 羡慕钢铁侠战衣的那种非常拉风的飞行能力 而在最近意大利的一群DIY爱好者就开始尝试 如何利用现在的科技实现漫画作品中的这种飞行技术 无论是漫画还是电影中 钢铁战衣实现飞行的方式都显得极为简单 其设计的原理还是依靠液体燃料的反冲力 推动操纵者克服地球引力的作用 从而达到飞行的效果 但即使是这种简单的原理 想要利用现阶段的一些技术手段达成 也绝非易事 这些爱好者首先尝试使用火箭助推 来达到飞行的效果 但在他们尝试了多种助燃剂和火箭之后 他们发现火箭的损耗实在是太高了 一罐容量为10升的燃油 只够一名实验者飞行1到2米 若想要让这个高度增加的话 燃油本身的重量和体积 会让反作用推动器的耗能 以几何速度增加 这群爱好者毕竟只是民间组织 想获得推动力更强的火箭 其实极为困难 于是他们另辟蹊径 准备通过使用强力风扇来助推战役飞行 但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种方式还依旧只是猜想 究竟能不能实现还是未知之数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不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